我想尋找一種簡單的方式 在YouTube上以及其他的社交平台上進行直播 同時還可以利用直播中的一些酷炫的功能 那麼一定要去使用一下Stringyard 這次影片裡面我也展示給你 若使用Stringyard在YouTube上面進行直播 天賤的品牌標識 並且加入很多酷炫的效果等等 我是 Grayson 這個頻道主要是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以及網絡傳染內容 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去進入到Stringyard的網站 在這裡面輸入了郵箱就可以了 Stringyard是可以讓你免費的使用的 所有的核心功能免費版本都是能夠有的 然後我的這個鏈接可以提供給你14天的付費版本使用 付費版本就會有更多功能了 比如說就不會有Stringyard本身的logo還有附水印 當然就可以無限的直播 免費版本每個月只能夠直播20個小時 還有如果想多平台直播的話 你是需要升級到付費的版本才可以使用的 像登錄到Stringyard的帳戶裡面 你可以看到整個介面是比較簡單乾淨的 在左邊Broadcasts 你就可以添加你的直播 這裡有你即將到的直播 還有這個就是你以前的直播 你也可以提前錄製好影片 然後把它設成直播影片 這個Destinations就可以讓你加入不同的平台 比如說這裡我就加入了YouTube頻道 然後你可以點這個Add Destination 這裡面就會展示給你更多的平台 比如說你可以用Facebook經營直播 Lindings經營直播 加入YouTube頻道 Twitter 然後Twitch Hopting 如果在這裡面沒有找到你的平台 你可以點這個 就加入你自己的平台 像Stringyard還有一個新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把你直播的影片 去快速變成短視頻 你可以變成YouTube Shirts Instagram Reels 然後Facebook Reels TikTok這些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團隊 你可以在這裡面添加你團隊成員 免費版本你只能添加一個團隊成員 如果想創建一個新的直播 你需要來到Broadcast 然後點這個Create 這裡面會有三個選項 Livestream就直播 你可以做出一些直播的設定 或者說你可以上傳一部提前錄出好的影片 把它設成直播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使用Stringyard 去進行錄進的影片也是可以的 這第三個功能就是 可以讓你開啟一個直播研討會 今天我們要直播 我們就選擇Livestream 這裡我們需要給未來直播去做出一些設定 所以我們選擇Studio 如果想把之前已經錄好的影片 去變成直播 你可以選這個Pre-Recording Video 這裡可以加入一些你想要直播的平台 比如說我的YouTube頻道 或者是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平台 這裡我只選擇我的YouTube頻道 這裡面可以給你的直播去交一個標題 然後你可以給直播交一個描述 然後這裡面的Privacy 就是設定直播的公開範圍 這裡面會有三個選項 Public就是公開 但是這個公開不會讓你的直播直接的公開 讓所有人都看見 所以不必擔心 你需要在最後設置的時候顯示公開 才會讓所有人看到你的直播 然後Unlisted就是不公開 只有得到鏈接的人才能看到你的直播 然後Private就是思想 就是你自己能看到自己的直播 這裡有一個選項可以安排直播的時間 這裡面你可以上傳一個直播的縮圖 這個縮圖和YouTube影片的縮圖是一樣的 它的尺寸是1280相數乘以720相數 然後在底下你就可以設置一下直播的時間了 你可以設置不同的日期 然後設置它的時間 在所有都設置完之後 你可以選這個Create Broadcast 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創建一個直播 並且安排了時間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 我要選擇這個Enter Studio 甚至可以看到 我需要設置一下我的相機和麥克風 這裡面就展示我現在攝像頭它的圖像 這裡面就告訴我 我的麥克風是在工作的 是能夠接受到音量的 這裡面可以讓我進靜音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面就接受不到我的音量了 然後選這個選項可以關不了我的攝像頭 這就看不到我的攝像頭了 然後這裡面還可以做出一些設計 這裡有選擇第一個設置 它可以控制直播時候的畫質 比如說它默認是720p 然後你可以選擇1080p更高的畫質 但這裡它要求你去升級到Professional Pen 你可以通過鏈接 就能夠獲得14天的免費使用 就可以體驗一下它的1080p高清的畫質了 然後底下的設置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視頻向上移動 去方便它去獲取評論還要橫幅 第二個設置就是音頻頭像 當用戶的相機關閉的時候 就會顯示頭像 你可以選擇自動添加共享屏幕 還有視頻流 一般這三個選項都需要勾選的 然後第一個選項就是相機 你可以在這裡面選擇你的攝像頭 也可以選擇相機的分辨率 還是一樣 如果想要高清的 就需要升級到付費的版本 也有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是否要鏡像的相機 第三個就是控制你的聲音的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使用哪個麥克風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麥克風 然後你可以測試一下自己的揚聲器 這裡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去消除掉回聲 這樣就可以讓你直播的音質變得更好 如果你需要選擇立體聲 就需要取消勾選這個回聲消除這個選項 然後就是你可以讓系統 自動調節一下麥克風的音量 這裡面也可以讓你加入一些虛擬背景 比如說這個是模糊的 或是加入其他的背景 都是可以的 這個記錄是新的功能 如果你有嘉賓去加入到你直播裡面 你和嘉賓都會在各自的電腦裡面 去存儲直播的文件 包括視頻還有音頻 這樣在之後 如果你打算從中去製作一些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去彌補一些當時直播出現的一些錯誤 或者是不足 但這裡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免費的計劃是不支持這個功能的 然後下一個選項就是樂鍵 你可以找到一些快捷鍵 最後一個選項就是嘉賓 這裡可以看到第一個選項 客人可以將其流逝傳輸到自己的目的地 最後代表嘉賓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平台上面 去進行直播 所以是可以做到你和嘉賓進行分開直播的 然後其他的幾個選項就是 嘉賓可以觀看到觀眾評論 嘉賓在進入的時候播放聲音 嘉賓必須進行身份的驗證 然後你可以禁止一些客人 這裡還有嘉賓的休息室 這也是需要你升級到付費的版本才能不使用的 這裡面可以讓你調整一下顯示的名稱 一般都是你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你自己的頻道名 然後選這個Enter Studio 就是進入工作室 如果你看到這裡喜歡這期影片的分享 別忘了為這部影片點個讚 這是對我的最大鼓勵還有支持 現在我進入到了Streamer的直播主介面裡面了 現在我還沒有加入到這直播裡面 我需要選擇這個我的頭像 然後選擇這個添加導流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就添加到直播裡面了 我可以選擇這個展示 這裡面你可以展示一些幻燈片 比如說我從電腦裡面就展示一個幻燈片 這裡面就添加一個幻燈片 然後需要選擇添加導流 這樣才能夠展示 然後這個幻燈片我就可以播放了 我可以點進這裡選擇下一張幻燈片 就進入到下一張幻燈片了 如果想取消展示 我選擇這個Remove 就一開 這就取消展示了 在展示的選項底下 你還可以看到可以讓你添加額外的相機 你可以添加影片文件 或者是共享屏幕 比如說選擇共享屏幕 然後這裡面你可以選擇 你想要展示哪個頁面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頁面 然後點這個Share 下面可以看到 我就展示了我剛才的頁面了 在底下有很多不同的排版 比如說我可以選擇這個排版 就可以看到我人是比較大的 然後我分享的屏幕是比較小的 或者可以選擇這個排版 那麼我人就在左下角 也可以看一下這個排版 我現在我人就沒有出現在屏幕裡面 完全是展示我分享的屏幕 所以是有很多種方法 去展示你想要展示的東西的 如果想停止分享 你可以來到這裡選擇消除 這個時候你就停止分享了 如果想完全從工作室裡面移除 你可以點進這個三個點標誌 就可以選擇這個停止畫面 如果是上傳的幻燈片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從工作室中移除 這樣它們就從工作室裡面消失了 這右邊有很多品牌的設置 比如說你可以設置一下你的品牌色 你可以直接選擇 或者是加入你品牌的色號 然後底下就是主題 這個主題就展示在這左下角的 就可以看到是不一樣的風格 有圓弧形的 然後也有這樣的形狀的 或者是這樣的旗艦風格 你可以選擇是否要展示這個名稱 你可以把它關閉 或者是你可以顯示一下標題 這是一個新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我的名稱就是我的名字 然後你可以給自己加入一個標題 就是介紹一下你是什麼樣的身份 比如說我給自己加入一個這個標題 YouTube頻道運營導師 然後選擇保存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在底下就會有一個標題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關閉 這樣就關閉了 然後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品牌logo 因為我現在使用的是免費的版本 所以只能夠使用Streamer自己的logo 如果你升級到付費版本了 就可以在這裡面去加入你自己的logo 然後在底下你可以加入一些橫幅 還是由於我們是使用免費的版本 所以這裡面只能夠加入Streamer自己的橫幅 你只有在升級成付費版本之後 才可以加入你自己品牌的橫幅 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影片剪接動畫 比如說這個倒數動畫 現在就有一個倒數動畫了 然後在這裡面你也可以添加別的影片 然後這裡面可以讓你加入背景 這個在單獨的畫面裡面是展示不出來的 你只有展示別的畫面的時候 才會出現背景 比如說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選擇共享屏幕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後面就是這個泡泡黑的顏色 所以它的背景指的就是這個背景 免費的版本只能夠使用這樣的顏色 只有升級到付費版本之後 才能夠添加其他的背景 然後在底下你可以加入一些背景的音樂 你也可以添加一些自己的音樂也是可以的 這個評論選項底下 你可以看到觀眾給你的評論 如果你有在多平台裡面直播 所有平台觀眾給你的評論 你都是能看到的 然後我也可以展示一下這個評論 我可以選擇這個秀 就會展示這個評論 在底下是橫幅選項 這裡面你可以展示一下橫幅 比如說這個就是橫幅的勢力 你可以自己創建一些橫幅 去交流一些自己的話語 然後底下還有私人聊天 就是你可以跟某一個觀眾進行私人的對話 這裡還有一些選項 比如說Mute 就是可以讓你進行靜音 這樣觀眾就聽不到你說的話了 像關閉攝像頭 你可以選這個選項 像我就關閉攝像頭了 這裡可以進行一些設計 就是剛才的這些設計 然後這展示選項我們已經展示過了 這裡橫幅可以讓你非常快速的邀請其他的嘉賓 我可以選擇這個邀請選項 這裡面只需要複製這個鏈接 複製給其他人之後 對方點擊了這個鏈接 就可以進入到你直播間裡面 並不需要註冊橫幅的賬戶 工作室裡面了 我可以把它添加到我直播裡面 現在可以看到 它被正式加入到了直播空間裡面了 所以這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可以選這個remove 把它移除掉 在你正式開播之前 你可以選這個編輯選項 你可以檢查一下你所有設置的內容 包括你的標題、描述 還有你是否要調整一下隱私選項 是否要選擇公開、不公開還是私人的 然後影片的縮圖 預定安排的時間 在這裡面你可以添加其他的直播平台 最後再檢查一下 然後進行保存修改 所有都設置好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上線 就開始直播了 所以它會再問你一下 你是否準備好開始直播了 我可以選擇這個開始直播 下面就可以看到 我就開始直播了 這裡面會展示給你直播觀看的人數 我想停止直播 可以選擇這個and broadcast 這裡面選擇停止直播 這裡面可以讓你進行分享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在一度下面觀看 或者是你回到剛才的主界面 這裡面選擇過去的直播 這邊就可以看到 剛才的直播就會顯示在這裡 這裡面我們選擇三個點標誌 這裡面你可以進入到該工作室裡面 去做出一些設置 或者是選擇在一度上面觀看 再或者是刪除掉這直播 都是可以的 想要刪除掉這直播 它也會問你是否要在一度上面 也刪除掉這直播 然後就可以選擇刪除了 像你知道 如果使用Streamer在一度上面 非常簡單的開始直播了 直播所獲得時長 是能夠送入在4000小時的觀看市場裡面的 這樣就更有助於你 更快的達到YouTube頻道開通盈利的標準 希望知道開啟頻道盈利的 所有攻略還有方法 可以去看這期深度教程 我也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個影片 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聊天更多關於YouTube的內容 追蹤我IG 能夠會有更多互鬥 那麼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